泡奶粉給芭樂寶寶 我想喝一口 要攪拌精靈 怎麼會 有奶 所以噴完之後就是牛奶芭樂 大哥 你好 你好 聽說這個附近有採芭樂的地方 請問你知道在哪裡嗎 就是我們家 下面就有 就是我們家 這個地方說有很厲害的 燕草芭樂 燕草芭樂就是這裡 就是這邊的產地 我們的芭樂就在下面 大片芭樂園 那我們有機會採收一下嗎 我們今天剛好要採 帶你們去那邊什麼樣採收 好 要怎麼樣的成熟度 的芭樂才能夠採 我等一下告訴你們 你看金黃色了 金黃色 所以你是用顏色去分辨 對 顏色分辨 這個顯地這個就不行 還請教一下 橘色很明顯 這樣淡紅就可以了 燕草芭樂 對 跟其他一般的芭樂 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燕草芭樂的土質 跟別的地方不一樣 這邊有一個 泥火山 在山山那邊 泥火山 以前年來 泥漿 都有水嘛 來這邊灌溉 對 以及這邊的泥土 跟他們都先連在一起 有那一種 霉的成分在裡面 是因為這個土質裡面 有霉的成分 才會造就燕草芭樂 會有一種特殊的酸甜的口感 對 我們平常要怎麼樣去分辨 我們買的芭樂 是燕草來的芭樂 這邊有這個融會的馬骨 當然有包裝 燕草芭融會 熟期班是我們產銷班 第熟期班 所以 十七班就是馬大哥你們家的 對 就九分了 甜甜的 剛才你說這個是七分 七分 有啦 顏色 再兩天就這樣 這個再兩天就變這樣 這個比較脆 這個比較甜 像我的年紀比較大 我就喜歡吃 你喜歡吃這個 軟軟甜甜的 但是你們年輕人出的比較脆 甜又有又比較脆 也比較有一個酸味 對酸味 這是珍珠芭樂 這珍珠芭樂 牛奶珍珠芭樂 它是一個品種嗎 對 那跟土芭樂的差別在哪裡 土芭樂要在接種 接種接種才變成珍珠芭樂 本來的芝是土芭樂 然後你再接芝 這珍珠芭樂 才是嫁接 嫁接 然後用珍珠芭樂的品種嫁出來了 所以牛奶芭樂也是珍珠芭樂 對 牛奶芭樂要再灌牛奶 粉撒牛奶 原來這個 牛奶芭樂的原因是這樣來的 還喝人喝的牛奶 都一樣 泡奶粉給芭樂寶寶喝嘛 泡牛奶在裡面 攪拌然後再加水 那裡面還有加其他的肥料嗎 沒有 那就是泡牛奶而已嗎 純牛奶 好想喝一口 要攪拌精靈 所以這樣子那個牛奶芭樂就會有牛奶的香味 對 真的耶 就這樣噴 這個就是牛奶肥喔 它這樣子施肥很方便耶 很方便 施肥很快 牛奶肥 牛奶有吸 所以噴完之後就是牛奶芭樂 對 對 發現我們都在摘 已經熟的 我們不能摘還沒有熟的 然後 放著它會自己熟嗎 還是芭樂一定要在樹上 在樹上 所以摘下來 它就不會再繼續熟成嗎 不會不繼續熟 但是它的口感會變差 平常芭樂這樣摘下來 我們可以放多久 平常喔 對啊 我們假日有冰 可以放個整個星期 一半時間沒關係 假日沒有冰 三四天 放冷藏 冷藏 這個套袋都不能拔下來 要吃的時候才能拔 才不會失去它的水分 對 所以就是直接留在袋子裡面 放到冰箱去 放冰箱會不會比較容易 保持它的口感 放冰箱比較好吃 再採起來吃 放在冰箱明天吃 口感比今天更好吃 真的喔 更脆 更脆更好吃 對 歡迎來參觀 請問今晚在家 今天剛好幫馬大哥他們 採一下這個厲害的燕巢拔樂 這樣在產銷班之後 就直接送到哪裡去賣呢 大部分都是在全聯超市 我都買得到 全聯喔 全台灣都有了 對 歡迎全台灣全聯超市 而且剛剛那個 聽馬大哥講說 有產銷履歷 對消費者來說是一個安全的 認證 認證 對 給他一個合格的身分證 對 我們產銷裡有很多規定 榮藥的殘留 還有你的品質 對 要是對消費者一個保障安全的 一定是要嚴苛的 你好 市長 是市長 不用講啦 一定是新鮮芭樂原汁 對 好的 我們有加一些鳳梨 好 芭樂鳳梨汁 對 口感會比較好一點 芭樂 芭樂 這就芭樂汁嗎 芭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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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會形容 工作的採了一整天早上的芭樂 喝一杯芭樂汁最爽 好的 辛苦了 謝謝 謝謝 謝謝四長 辛苦了 四哥 鮮圍 助腸胃消化 再次謝謝四哥跟四嫂 謝謝四哥 歡迎你們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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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男打工團 跟全聯二廚 帶你看見新鮮 吃盡新鮮 吃盒 飯 junk 食 食